大家好,我是周迅,学党史,传精神跟党走,中国文艺志愿者在行动。 今天我会为您讲述的是红传精神。 1921年由于受到法租界的干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上的一艘船上继续召开。 党的一大宣誓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 从此,中国革命者的面貌焕然一新。 这条小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史册的名字——红传。 而中国共产党建党伟业所蕴含的伟大革命精神被概括成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功,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视为内涵的红传精神。